问界M7销量破10万,一加12发布。 昨日,A头汽车宣布,问界新M7仅在发布两个半月内,累计预售破10万台,月销量更是超过3万辆。 问界M7之所以成功,与其有竞争力的售价密不可分。 于9月12日发布后,正式起售价以下调至24.98万元。 曾经仅限于M7高配车型的座椅通风,加热和按摩等功能如今已成为全新M7系列的标配。 于成东表示,赛利斯是我们鸿蒙制型模式中合作最早,深度最深的车企伙伴之一。 华为将继续与赛利斯携手,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,开创新的10万辆销售记录。 1加12即将于12月5日发布,旨在展现卓越性能,超越所有骁龙8 Gen3 Pro版手机。 设备拥有留白、仓绿、颜黑三种配色,搭载骁龙8 Gen3处理器,并提供24GB加1TB大内存版本,全球首发内存基因重组2.0。 官方信息显示,1加12将全球首发2K东方屏,支持120Hz,Altipo自适应刷新率。 与此同时,该机将全面搭载新一代超光影影像系统。 首次亮相的索尼光域LIT808旗舰主射,6400万超光影前望长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